全世界含金量知名度最高的奖项是什么呢 诺贝尔奖如果排第二的话 那应该没人敢排第一了吧 这一百多年以来 诺奖以其专业和公正得到了全世界的广泛认可 但是现在咱们中国也要有自己版本的诺贝尔奖了 由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发起 世界顶尖科学家发展基金会承办的 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奖 已经于去年的11月1号正式创设 今年会是它首次颁奖 这个奖是由红杉中国独家资助的 金额5个亿 每年颁发一次 目前已经设立了智能科学或数学奖 以及生命科学或医学奖这两个单项奖 每个奖金额为1000万元人民币 这个金额甚至超过了诺贝尔奖 可能很多人没有听说过这个什么 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 这其实是一个非盈利非政府的国际组织 会员均为国际顶尖科学奖的那些得主们 包括有诺贝尔奖 沃尔夫奖 图林奖 菲尔兹奖的得主等等 在这里面诺奖就不说了 沃尔夫奖相当于是小诺奖 图林奖相当于是计算机行业的诺奖 而菲尔兹则是数学界的诺奖 可以说能进这个协会的都是优中选优的人 那这个奖怎么评出来呢 严格按照国际惯例提名制 另外通过专利 出版物 会议报告 同行评议等等多个维度 综合评估这个候选人在这个领域里的影响力 候选人的国籍性别和年龄都不限 在有了这些之后呢 产生候选人 然后呢 由评审委员会投票 并经过审定之后产生获奖名单 在中国的价值体系里 讲究的是功成名就 相对来说功成比较简单 但是名就就难很多了 古往今来的有钱人 那真是太多了 但是轻时留名的有几个呢 而做慈善这个事情呢 也是讲究一个细水长流的 比如说范仲淹 他是宋朝的大官 最知名的一句话就是 先天下之幽而幽 后天下之乐而乐 他对教育就很重视 但并不是说给钱就完事了 而是办学堂以及买地 他用地租来供养学堂 这样呢 就会有持续的经济来源 来培养人才 而这个体系直到明清时代 都还在发挥作用 还有像邵义夫 也很重视教育 咱们全国很多大学 都有义夫楼 而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的捐赠者 这个红杉中国的创始人 沈南鹏也说 这笔捐赠会是红杉中国 对人类科技的 一笔永久性的公益投资 他们希望成为全球科学家 最信赖和最长久的公益伙伴 现在咱们都知道 科技在推动整个社会的 进步的重要性上 已经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代 从基础科研 到技术应用这条价值链上 就得靠砸钱 真金白银的投入 不管是对科学家的奖励 还是对科技企业的投资 都是最直接和最高效的方法 所以我们也看到 现在越来越多的公司和企业家 都在致力于对科技 和创新投入的奖励 比如说阿里就设立了青城奖 奖励35岁级以下的青年科学家 每年的奖金有3000万 而华为的任正非 也是多次强调 基础科学的研究和教育 时不时就有他高薪聘请 科学人才的新闻 黄征在卸任了拼多多董事长之后 捐了1亿美元 设立了繁星科学基金 还有IDG资本 每年向清华大学 捐赠不少于2000万元人民币 用于脑科学的基础研究 然后再次强调研究